北海道暴風雪奪8名 婦慧女擋雪死 北海道前日起受暴風雪吹襲 24小時降雪量超過60厘米 這掌廳發出強風和大雪警暴 南部吸長甲 強風達到時速135公里 影響落空交通 造成至少8人死亡 中標進丁這輛車被帶雪溫住 積雪高到車頂 車裡面一家四口全部死亡 估計是因為積雪把車窗和排血管塞住 中一氧化碳毒致死 在永別丁 一位53歲的爸爸和9歲女女 前日開車外出後失蹤 到曾日在一處農地被人發現 爸爸用自己身體當被 幫女女擋雪凍死 救回女女一命 本州北部有新幹線列車 因為鐵路積雪 車頭脫軌 車上130名乘客被困6小時 沒有人受傷